行政院也支持同意經濟部的決定 停止興建深澳電廠 經濟部這幾天經過密集的盤點 觀塘第三接收站在興建完成以後 就如同剛才提到的 可以提供428萬千瓦的燃氣機組所需要的天然氣 所以除了供應已經規劃的大潭電廠300萬的機組所需要用氣之外 還有充分可以一億可以額外供應128萬千瓦的機組所需要的用氣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可以來期待深澳電廠120萬千瓦的機組 所以因此這樣的經濟部已經決定停止興建深澳電廠 既然經濟部已經經過仔細的盤點 在觀塘天然氣第三接收站建設完成之後 除了供應原先的大潭機組第8跟第9號機組以外 尚有一億再供應120幾萬千瓦的發電量 經濟部也已經同意停止興建深澳電廠 行政院也支持同意經濟部的決定 停止興建深澳電廠